上個禮拜那個CSV、Json這個可能知道一下 然後轉到Seqlite 這個可能一定要再花時間把它反覆練習 因為這些東西都很重要 那後面我們會把CSV跟Json改成一個網頁 那網頁部分的話 我們大概舉幾個例子 不然就談那個匯率啦 這個我想應該比較普遍 而且如果你要出國的話 一定會來這邊查一下 所以如果說你希望呢 以後可以自動去抓取 並且幫你塞到資料庫把它存起來 你就可以知道那個利率的變動的話 那其實這個練習的話 可以達到我們要自動抓取網路資料的這個目的 那要怎麼抓比較快 結果畫面大概長這樣子 一鍵按下去 自動幫你把資料抓下來 另外的話呢 還有就是說 可能換一個範例吧 同樣的練習啦 其實我是教各位一個方法 原理原則 你只要照著做 基本上 只要你網路上看到的東西 都能抓下來 還有包含什麼 包含後面什麼 樂透彩的 這個樂透彩部分的話 那特別注意 樂透彩這個範例 書上面有我們那個餐額 但是那個範例 如果拿你資料抓不下來 因為那個樂透彩的官方網站已經改版了 改版之後的話呢 他那個程式又對應不一樣 所以對應不一樣的話呢 原來可以的 他一改版 名稱給你改掉 位置給你改掉 那你就抓不到東西了 所以怎麼辦呢 也就是說 將來你那個程式不能是死的啦 因為你死的話以後 假設他那個 如果沒有辦法再去修改你的程式 那就抓不到東西 所以基本上喔 我們如果說 想要知道說怎麼去抓取的話 那可能你需要了解什麼地方 那其實最重要的啦 我這上面都有詳細的說明 其實說是看起來是沒什麼 但是其實已經 花了很多時間 幫各位把畫面截取下來 那其實網路資料跟開放資料 CSV或JSON最大的不一樣是 它的變化性非常的大 也就是說呢 你前面看到的畫面 背後其實就是 一個語言叫HTML HTML語法你可能要熟悉喔 也就是網頁背後的程式碼 OK 那背後的程式碼你要怎麼把它叫出來 以後習慣喔 你就記得啦 如果你用Google瀏覽器的話 記得按F12 F12呢 他就會跳出什麼 他旁邊會跳出一個他原來的程式碼 有沒有 你按F12喔 關鍵喔 F12呢 他就會幫你把這個網頁裡面 所有的程式碼都叫出來 那其實喔 我是覺得抓網頁資料最難的地方就是說 你可能也要具備有 看懂 右邊 這個程式碼的功力喔 如果你沒有辦法看懂這個程式碼的功力的話 那你當然在抓取資料 就會有問題 不過我相信大部分同學啦 可能對這個右邊的東西還是陌生的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 盡量就是跟各位講那個關鍵的地方啦 不過呢 也許我把重要的部分告訴各位 你抓應該是可以抓的到沒有問題 但是未來有機會的話啦 可能還是要把那個HTML語言裡面 到底有哪些比較重要的部分 還是要熟悉 這第一個喔 第二個的話 右邊的東西還有所謂的那個 其實他就包含三個東西啦 所以有時間的話可以去瞭解 HTML 這個是第一個 HTML 加上什麼呢 這裡面還有CSS 加上呢 還有JavaScript 所以基本上 這個是最重要的 這個是其次 那這個是第三個 如果這上面後面的東西都知道的話 那其實這些東西的話 那你要抓取網路資料 會更加的得心應手 因為很多人 想要直接用Python去抓資料 但是他不會 網頁語言 那當然 只會其一 還不夠 你可能要會其二 那其二的話呢 又有三種 所以這個東西 這條路走起來還是還蠻艱辛漫長 因為真的你要累積 很多很多 相關的知識喔 當然你各位也不用太擔心啦 反正 我們都有範本 而且完成的程式其實都在雲端上 我這感覺真的 上次的課為什麼可以 值回票價 因為真的 上面什麼都有 我的艱辛歷程都已經幫各位走過了 你只要 看到 喔有了有 就在這那 就像說人家艱辛漫長的時候看到 拍的 相片其實你不知道他經過了多少歷程 如果他拍一個什麼 西藏上面的某一張照片 他怎麼到西藏的過程 他已經掠過了 你看到只是很漂亮的網 所以你要接著 你要自己要動 你要自己要去做 不然的話 你還是沒有辦法 就像說我 其實還蠻羨慕之前 人家那個做 像日本做新幹線 然後到處跑來跑去 我就新鮮向往 所以這個月中 這也是 買了一張很貴的票 不過他是那個 7天新幹線吃到飽的票 就是你7天 新幹線當捷運來做的沒關係 可以從西部 跑到 東部去 然後 隨便做 所以我就已經規劃好了 住在新幹線的最大的站 然後每天 做新幹線就可以到處跑 已經每個地方都規劃好了 感覺還蠻好 其實還蠻期待的 只是說 當然 行動跟 知道 其實不知道 什麼東西 但是沒有真的去做過 其實還是有落差 像這個也是一樣 那所以呢 如果你希望你有增加一個 網路爬蟲的這個專業技能的話 我剛剛講 就是有這些東西 後面的話 我們會帶幾個範例 包括就是說 台英外匯 跟那個 樂透彩 另外還有 我覺得 可能本來我是把那個 下載股票資料 把它擺在前面 不過發現 下載股票資料 這個難度比較高 所以我把它擺在後面 為什麼 因為 它這個Yahoo的網站 其實年紀有點大 是很早期的網站 所以有些東西 有些 它的 寫作的方式 比較久遠一點 該有的東西沒有 像什麼呢 像它一個class 它 table的class 它裡面沒有 沒有給名稱 沒有給class的名稱 也就是說它沒有用css 直接就是用html 那相對的啦 你要抓取資料的時候 就比較不容易抓到你要的東西 還有抓到之後 你要把這個版 這個畫面呈現出來 長得像這樣子 那你可能需要做一些工 比如說什麼 把一些東西取代掉 變成另外一個格式 不然的話 抓下來就是變成一串 縱向的 你要怎麼樣讓它可以排 橫向 而且橫向的話 還要是一筆一筆的 長得像這樣子 很漂亮的一個結構 這個是有點難度 所以後面的話 我會教各位就是 怎麼樣去利用那個 網路爬送功能來抓 那請各位呢 先 這個開啟這個 稍微看一下 第一件事情的話 最重要 去裝你的什麼呢 Beautiful Shoot 4 安裝的方法應該還記得吧 我們 安裝的方式 這一台基本上沒裝過啦 所以我就用什麼 Windows鍵加R 有沒有 Windows鍵加R 就是 Windows鍵加R 會跳出那個 執行嘛 那執行的話 或者你可以從什麼呢 這邊打一個CMD 那這個是你已經設定好環境變數喔 你設定好環境變數之後的話呢 再來 再來開這個 裡面的話 怎麼安裝呢 如果你有安裝環境變數的話 其實你只要把 就是打這個啦 PIP Install Beautiful Shooter 4 然後如果太長的話 我加入一個 你剛才直接把它複製 這邊再按右鍵 把它貼上 或者自己打 自己打上面這一些 PIP Install Beautiful Shooter 這個 美麗的 湯 而且是第四個版本 Enter一下 那如果他跳出這個是 意思就是我這一台沒有什麼 環境變數 應該還有印象吧 如果沒有環境變數 要不你就去設定環境變數 要不呢 你就怎麼樣呢 直接 就是之前那個 班長我們就是 如果你不設定環境變數有個方法 而且這一招好像是那個 那個至高有提供一個更快的方法 就是 我們第一個先找到我們的懶人包裡面 這個嘛 然後如果不設定這個環境變數的話 我可以直接 進到這個資料夾裡面做什麼 點它一下 是不是打個CMD 對對對 這個這招 可以把它學起來 這樣子不用設定環境 它就會 一樣 Enter過 它就自動開起來 你看 而且主要是什麼 幫你把這個路徑 直接 帶到 這邊來 有沒有 意思就是說 在這個環境下 直接就 進到這個目錄裡面 不過好像不是這一層 好像 應該是 先關掉一下 應該是 裡面這個 Scribes 記得從這邊進到Scribes裡面 點一下 打一個 CMD OK 那當然如果你剛剛進到這一層 你叫CD CD就是進到CDScribes 也可以 Enter 那裡面要做什麼 就是把剛剛的語法 把它貼上就可以了 或者說你打一個 Pipe Install BeautifulSuit 4 那它就會 幫你安裝什麼呢 安裝這個套件 到哪裡呢 到我們這個目錄 特別注意喔 啊 我是最擔心的一點 就是說 之前有同學 比較會有問題 因為你的電腦裡面 可能有不只一個 一樣的資料夾 可能DD一個 這邊一個 你裝錯位置 裝了等於也沒裝 因為你裝到另外的地方去啊 之前就有同學 就也是類似這樣的問題 裝錯位置 因為你太多個目錄了 那當然你想說 老師我都執行過啊 也都OK啊 為什麼不行 原來你 你是執行A 可是你是裝到B 那怎麼會對呢 Enter一下 那如果正確的話呢 它就會自動什麼 幫你把這個環境的 這個套件呢 裝在這個目錄裡面 那它一樣會到網路上面去幫你去 找到這個 所以你一定要是保持電腦連線 狀態啦 如果你電腦沒有連線的話 一樣是無法安裝 所以這個第一個 這個部分是蠻重要的 這個都是細節 好那請各位 第一件事呢 先把那個 BeautifulSuit 4 先裝到你的那個環境裡面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就是 如何運用這個BeautifulSuit Suit BeautifulSuit 4的版本 那當然前面還是要配合一個 就是Request 所以Request是下載網頁 BeautifulSuit 4主要是什麼 幫你做 就是抓下來那個網頁裡面很多奇奇怪怪的東西 那這個BeautifulSuit 主要是幫你針對 你想抓的那個東西 抓的那個標籤 或者是CSS的ID 去取得你要的那個裡面的資料 它有點像撥洋蔥式的 反正一層一層的 最外面一定是HTML 再來Body 再來是Table Table裡面可能就會有TBody 或者是列的話是TR TR的話是一列 那TR裡面也有TD TD的話是儲存格 它裡面就是用這種標籤呢 去 讓這個HTML有一個結構性 那我們前面瀏覽器的作用 主要是什麼 把這個標籤轉換成你看起來的那個樣子 背後呢 實際上就是我剛剛講的這些標籤 所以這個概念要有 待會我們再來看一下有關 這個 如何抓取網路資料 其實就是 這課程其實 這部分其實就是 一般你們可以去Google一下 Python裡面的網路爬松 那這個是算 最基本的東西 OK 我覺得應該有蠻多人 針對這部分的 技術 做分享 當然你也可以看看 不過我是覺得 每一個人 都有自己一套 這個抓取網路資料的原理原則 我自己也是一樣 我只是提供 我的經驗分享 也不是絕對 不是說 那個 照本都是實務經驗的分享 因為我的課程其實強調就是 基本上都是比較原創性的 因為這些我自己動手做過的 不是說我今天只是拿書裡 講講就算了 坊間也有很多 網路上也有很多人分享 只是我覺得 每個人各有巧妙不同 那我的程式務求是越簡單越好 然後越容易了解 那我的邏輯也不要弄得很複雜 不過我發現網路上蠻多人都是高手 我看 他講完我覺得 我聽得懂 但是我覺得 你們不見得聽得懂 因為裡面我覺得 他會把你們好像都當成高手來講解 那網路上我有看過也有人在分享一些影片 真的他講的真的很棒 但是如果你沒有基礎沒有底子的話 你一定會聽不懂 當然當然 沒錯 對 其實他可能後面還有個課程 你看做完了 有細節 他可能有個連結 那你可以看到一個價格 哇天哪 怎麼會有這麼 OK 好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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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